淡水消防副懸分隊在前幾天的晚上 也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居家訪市行程 分隊長表示透過消防局的專業 來幫助民眾檢視家中的熱水器 是否在符合安全的範圍內 並且列策來追蹤 為民眾的居家安全把關 最近天氣氣溫一路下滑 平均溫度都在十七度上下 夜晚更有機會來到了十三度的低溫 而日前消防隊淡水分隊也提醒民眾 在這個季節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因此淡水消防副懸分隊 在前幾天晚上也開始進行 一連串的居家訪市行程 分隊長表示透過消防局的專業 來幫民眾檢視家中的熱水器 是否在符合安全的範圍內 並且列策追蹤 為民眾的居家安全把關 我們這一次來做居家訪市 就是除了看檢查熱水器 那看他們安裝的位置跟形 行對不對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那個熱水爐 有強制排氣的 或者是說戶外型的 那我覺得我們這一次 來訪市這幾戶 剛好各型的都有 有戶外型的 也有那個電熱水器 那主要是消防副懸分隊表示 從這個月開始 副懸隊都會定期以禮為單位 會同里長消防隊人員到居民家中 一戶一戶的拜訪 來了解防火及熱水器的安全裝置位置 如果瓦斯熱水器裝在室內 而且沒有強制排氣 則會建議民眾改善 並且交到安全的方式 而當天消防隊在水堆裡 一個晚上就跑了數十戶的住家 也發現不少潛在的危險環境 一般型的就是這種熱水器 是要裝在屋外的會比較適合 那像你這種陽台 應該是要裝那個強制排氣型的熱水器 然後他們都蠻合規定的 那尤其他們的熱水器都是電熱水器 然後電線都很符合規定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也希望說消防隊這樣子有空沒空 然後就三不五十 來我們這裡做一下測試這樣 對 禮民也是一個安全的 對 這邊都三四十年的老社區了 里長說消防傅宣分隊方式相當好 可以幫助民眾檢查是否符合 因為里內有許多的老舊社區 而且獨居長輩也不少 藉此可以讓他們了解 家中的熱水器是否安全 而另外里長也發現 許多民眾都改裝電熱水器 也是為了避免瓦斯 產生的液氧化碳中毒 而消防隊也提醒民眾 千萬要將室內保持通風 並且檢查器具是否合格 安裝在適合的地點 才能夠確保安全 記者許端一介紹三方報導